其中出现一名拿着纳粹旗帜的 德国旧马克协会成员 让民进党炮轰 国民党是闹国际笑话 不过没想到在社群网站上 却PO出了这个团体 根本跟国民党无关 李市长甚至是民进党党员 网友狂酸 民进党又大翻车 621国会改革复议表决当天 蓝英支持者到立法院外集结 有民众手拿纳粹旗帜 略硬痛骂国民党 这是闹国际笑话 但现在却啪啪打脸 这号人物是德国旧马克协会 李市长和国民党毫无关联 社团更晒出他根本是民进党党员 德国旧马克协会有很多深绿台独独派 都是找民进党立委帮他们开记者会 最著名的就是曾经找已故的蔡同龙 他们几乎都是讲台语 有一些民进党故意操作 好像外省人 然后拿着纳粹旗 有这种好像很极端的事 错错错 手拿纳粹旗 是抗议德国政府旧马克 这一却没给补偿 却被立委和名嘴指控是国民党侧议 国民党炮和民进党 毫无根据抹黑 双重标准造谣应该道歉 民进党却切割 说这人没缴党费 已经退党超过14年 和民进党没关联 网友很酸 如果民进党的素养是讲错也不认 那真的是后脸皮到天下无敌 难怪当年 全党庭论文抄袭的前新竹市长林志坚 那一开始还有民进党的立委说 这个可能是卧底的 结果发现人家入党已经30年了 难道卧底30年吗 民进党不仅是搞乌龙 而且是造谣当饭吃 可以看到民进党的自私反应 就是现在我们跟在野党做敌对的话 不管真的或假的 我一股脑 我都要把它丢给国民党 表示我的战斗性 那这个对喜智杰来讲 他在高雄选党内出选绝对是有利 令国会改革负以失败 想在蓝英支持群众做文章找图破口 如今已不小心骂到自家人 又一次造谣大翻车 接着杨洁操听海岸采访不到